健康2.0 凱人陪你守护学家再升级 哇 过完年了 不知道这个年大家过得怎么样呢 一定是大吃大喝 大鱼大肉 休息了好一阵子 对不对 可是好多人觉得自己的肠胃 冻不掉 你有没有观察过 你自己的消化速度呢 其实很简单 比方说吃金针菇好了 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明天见 如果说这个没有消化好的话 可能隔天会马上在你的边边当中看到 这个金针菇不过过去的人 消化速度比较快 8到12小时会消化 现在甚至要3天之后 你才可以再跟金针菇相见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 大家的肚子吃了这么多 如果有很多的宿便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问题 包括免疫力下降 包括小朋友 可能也跟身高有关吗 讲到牌素变 大家觉得清干净很好啊 那用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 比方说什么咖啡灌肠啦 比方说盐水啦 这些到底对不对 我们今天请专家来告诉大家 请到包括了高雄榕种肝胆肠胃科的 徐炳毅主任 凯云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基隆肠根江峰俊医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松医师李嘉玲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一人阿松 你好 我是阿松 还有北一护理学博士许兰芳 大家好 阿松过年的时候吃很多吧 吃超多啊 肠胃怎么样 本人是很顺畅啦 吃一多之后呢 大概就是一天多跑个四次五次车站 对因为我池量蛮大的 对 可是今天讲到这个肠道的这个 顺畅或不顺畅 就讲我女儿来讲好了 我女儿她是只要吃多一点 因为过年很多坚果类 对 花生啦 开心果啦 瓜子啊 她虽然很小才五岁左右 可是只要吃多了这种坚果类 很奇怪她就算不出来 我之前跟一个外置的单位合作 我们要去拍一个网络节目去日本 然后每次去跟她开会的时候呢 大家开了三到四次 可是每一次开会开到一半 那个就会有一个女生气话 说不好意思我先离开一下 然后一离开之后大概就五到八分钟 然后有时候到十分钟 回来之后就神清气爽 回来坐下来继续开会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问她说 不是不是问她 问她旁边的同事 同事就说她就是那种容易紧张的人 每次说出去就是因为她已经 很多天没有上厕所啦 然后她同事说他们 要去解放一下 对 然后她同事说其实她抽屉里都是一些什么什么酵素啦 然后什么什么甚至那种晚长剂啊 甚至还有那种什么最新的 就是我私底下后来有跟这女生聊 她说他们还去买购物台那种最新的什么 青花椰菜啊 什么什么什么荞麦苗啊 什么什么苗的那种 用了一大堆方法 对对对对 来吃 然后赶走便便先生 对 然后呢 我是听她这样讲 我想说你用了这么多种到底哪一种有用 结果没有用 后来我们真的出了那趟外景去到日本 大概到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 那女生就已经很急了 不知道在急什么 然后到了第七天她受不了 找了我们的翻译 找了我们的导游 然后连我们这些人就是到底要干嘛 我们就跟去看 跑去日本的药妆店 用手机翻译那边按 说请问一下啊 什么用的东西吃了才可以上厕所 哇 对去到日本哦 然后七天 你看她人到第七天 所以那个整个人都已经不对劲 她整个毛躁了这样 很可怕 所以你看黄金先生在肚子里头多难受 请教张医师喔 通常过年 常常来看诊的是什么样的肠胃问题 其实大概就是两种 一种像阿松的 拉太多了 过年大概大家都肠胃到受不了 没办法 明天是没办法复合嘛 太油腻然后就一直打 可是另外一种我们比较多的是 过年可能这个六七天七八天的年假下来 整个都只有大上这首一两次的病人 对 特别是那些老年人 特别是那些老年人 常常会有那种六七十分老年人 因为过节嘛 平常没有吃很多嘛 平常也比较节制一点点 可是过节的时候大家就是 儿女都准备大一道就蒙惯了 对 吃了一大堆脂肪的东西 全部都囤在肚子里面 而且又开心 对又开心又吃很多 然后又中间有零食 像坚果啦 对 然后鱿丝啦 一大堆东西 重点是过年的时候 他买药不方便 对 所以常常都会过得初三初四初五 肚子很上的时候来我们医院灌场 这以前我们在当急诊师 当那个实习医生的时候 就专门负责帮这种老年人 过年后在那边灌场的很多 经验很丰富 那像兰发 你自己当护理师的时候 遇过这种宿变 最夸张的例子是什么 其实现在刚刚张医师讲 大概都是我们都会在 某种节庆之后 就会有一群病人来 肠胃科的病房 像章午节啊 吃过粽子之后 或是吃过汤圆之后的一些病人 尤其像刚刚讲到老人家 他本来就肠胃道不好 那他本身 他的肠的 那个主动就不好 他就有肠阻塞 那他那时候来的时候 已经是肚子很痛很痛 他才不来是他的儿子带他来 他肚子鼓得跟气球一样 就是硬的 然后是直接收入院了 那我们在收入院的时候 直接就是医生的 第一个 他的第一组就是 我们先用肛管 肛门 肛门的肛 吓我跳 我想说肛管 不是 是肛门的肛 跳钢管舞了 对 就钢管直接先帮他 把肚子的气先放掉 真的 直接通常吗这样 也没有不是通常 就先把气放掉 要减压 对 要减压 因为他肚子已经胀到 就是已经很硬了 气球 对 那我们因为他四人房 我们后面还绑了一个 蓝色大的塑胶带 大的喔 对 因为他没有 因为他有气会喷出来 怕他喷到旁隔壁床的 怕他会喷到我们自己 所以就 他放了一个塑胶带 所以一放进去 他那个气就是真的是这样冲 冲起来的 那后来因为我们接下来 他会有 那个鼻胃管也会减压 然后到几天之后 他是鼻胃管连那个 大粪便都有重新出来 蛤 对 鼻胃管 对 比如说几天之后 对 因为抽吸的关系 对 所以会有那种很臭很臭的 肠液的味道一直流出来 那蓝方讲的就是 当病人肚子很脏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上下去减压 对 因为小肠 太里面我们弄不到嘛 所以肛管减大肠 然后那个 鼻胃管减胃让他稍微舒服一点 在我们门诊病人来讲 差不多有 十个里面就有一个有 素便的问题 不过在这边要特别说明一下 实际上 一般人说素便 大概说是滞留在我们 肠子里面的这个大便 在我们西医的这个医学里面 实际上没有特别这个素便的这个名词 医学名词上面没有素便这两次 对 可能就是商人创造出来的名词 也不一定 那 那我们一般讲这糞便治疗 我们一般用 用叫做 Constipation 便秘 这样的一个名词 那定义大概也很简单 大概就是说一个礼拜 大便的次数 小于三次 就叫做便秘 或者说有素便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如果说有一个人 一个礼拜只有大两次 或一次 或都没有大便 那基本上就是有素便的这个问题 那素便呢 虽然是小毛病 可是是大问题 大问题 因为有便不放 会憋坏五脏 那像我前一阵子有遇到一个 37岁的一个女的设计师 他大概有一年失业 所以呢 他后来找到工作 就非常珍惜这个工作 然后老板一交代什么事情 就日以继夜 夜以继日 要赶快把它完成 那有一天 他就早上吃完早餐以后 肚子突然就觉得很脏 然后呢 一直脚痛 所以那赶快请假呢 来看我的门诊 就一给他照这个X光 发现 哇 整个肚子 都是黄金金身 都是黄金啊 有黄金球 还有整条的金条 哇 造型还不少 那我问他 哎 你到底是整天没办法啊 他说算一算 大概有九天没大了 赶快就给他通常 一通哇 一堆的大便跑出来 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 素变 造成素变的这个问题 有时候 也有可能是 大肠癌引起来的 呃 那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像我前一阵子 有遇到一个 大概五十一岁的一个病人 他就 长期都有一些 素变的问题 那他呢 都不太看医生 大部分都到西奥房去 自己买药 买一些药啊 吃啊 或者说买一些晚长剂灌肠 就有一天啊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 肚子慢慢就大起来了 嗯 然后呢 也没有放屁 呃 也没有大便 然后呢 孩子有呕吐的情形 哎呦 很严重哦 然后就来到我们急诊 就 检查起来 发现是大肠癌第三期了 哇 而且造成肠阻塞 哦 就赶快去 开刀 然后做治疗 哇 你看 因为这个没有排干净等于毒素 一直停留在我们的体内 然后他又再把它吸回来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所以要特别小心 而且刚刚主任提到一个 不只是 如果这样听起来 我觉得不只是 过年大家大鱼大肉 哎 可能比较不容易排便 而且做起不正常 接下来 小朋友也开学啦 对不对 我们上班那天 小朋友也开学了 尤其这张让大家看了之后 可能会有点吓一跳 这个素变的问题啊 可以说是 非常的这个严重 那我们的这个 一般的这个 一般民众来讲 素变的这个发生率 差不多一般统计差不多14% 哦 那很高 那老人家哦 这个可能有老化的关系 对 可能问题更大 大概有四分之一 也就是25%有这个问题 不过最近呢 这个台湾的这个 营养基金会做了一个调查 很吓人 就是调查我们国小的这个 小朋友 他的这个便秘的问题 这个统计里面就 百分之二十八的小朋友 有便秘的问题 比老人家还高 比老人家还高 怎么会这样啊 那研究起来可能是 现在小朋友都怎么样呢 都喜欢吃一些 油炸的东西啊 然后很少吃水果啊 蔬菜啊 然后又缺少运动啊 大概有关系 那而且很很值得注意就是说 在这个调查里面发现 有便秘问题的小孩子 好像他的会变得比较矮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 阿松你要注意哦 我为什么小时候有便秘的问题 我见过了这个学龄 那这个是 这个小朋友的年龄 那这边呢是他的身高 那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 比较黑的线呢 这个是有便秘问题的小朋友的身高 上面这个蓝线呢是没有便秘问题的小朋友身高 你看差了一截哦 对 而且你看到12岁差了快6公分 如果是10岁 就四年级的小朋友啊 差了差不多4公分 对 那11岁差了5公分 12岁就差了6公分 哇 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呢 就发现有这样一个相关性 所以很多家长小朋友没有太高 或者要开始进入青春期就开始转股 结果有的时候搞错方向哦 像我之前有遇到一个5岁的小男孩 那就是家长就是来说想要转股 那结果后来 5岁耶 对 5岁 5岁转股 那我们转股 这真的是太着急了 对 因为现在大家都怕输在起跑点上面 那所以说他就会想要来转股 那结果我们一般不会说马上就会开那些 譬如说补舍的转股方 那他就会给他检查一些体质的部分 那发现说其实他就很明显有那个便秘的问题 对 那后来再问一下他的饮食情况 原来家长本身就是也很喜欢喝冷饮 然后吃一些冰的东西 所以导致说小朋友其实也就承袭了这个习惯 对 那他就是有一个含湿的体质 那我们就是再给他做完体质调理之后呢 他原本的生长曲线是低于第三百分位 就是低于3 对 就跟童年龄的比起来这样 然后我们就是给他做了体质调理之后呢 他就是恢复到正常 那他的便秘也跟着改善了 对 所以真的很重要耶 而且还有哪些人容易发生这种有宿便便便先生 不肯走的状况呢 这些状况可能会让宿便找上你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大家知道说 为什么你 你到底要怎样才会把大便搭出去 你需要肠子的蠕动 而且你需要大便稍微软一点点 所以这是很容易很容易理解 但是你知道吗 肠子的蠕动是靠我们的交感神经 因为其实你自己没办法控制说 我叫你动就动 我叫你不要动就动 你是不是要控制的 这是一种交感神经在控制的 基本上负交感神经是让肠味道蠕动的 可是你紧张的时候 你是什么神经兴分 你是交感神经 所以自然就会压住你的肠胃蠕动 这是没有办法 可是有的人紧张不是一直跑车说吗 我等一下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个正常人来讲 比如说像很多人出国 为什么好几天都没大便 有人会说是饮食习惯的关系 其实大部分是因为他在赶场 他也在赶时间 因为常常下一个几点又要去哪里集结 几点又要去累移了 他又怕去上车的时候 会延期到他下一个星辰 而且排队排好久 对 所以常常就会这样 所以常常说紧张大师 其实在我们看起来常常大部分人是便秘的 但是为什么有一部分的人 我们讲的是拉肚子的 就好像肠肇症的病人一样 但是因为他们脚感神经有点失衡 就是他身体上面是脚感很亢奋 可是他肠胃道反而变成副脚感很亢奋 这种人就会变成便秘 所以紧张大师其实百分之七八十人 他是属于便秘的 可是有百分之二三十人 他反而属于一直拉肚子 一直拿着去上车说 一直拿着去上车说 另外像一个久坐不运动 一定的嘛 你不运动肠子就不会蠕动嘛 所以大家过完年之后 你不要怪自己会便秘 因为你都在打麻将啊 你都乱乱言 你不要怪别人 然后看电视最近 对啊 那个喝水是一样 你喝水的话 就会让你的大便比较软嘛 所以都会这样子啊 我刚刚说那个企划人员就这样啊 每天开会啊 每天捡袋子 就是久坐不运动啊 久坐不运动就是这样子啊 对 其实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很多人都有印象嘛 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会想大便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是腹胶感神经抗奋 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 会有很多大便 其实被挤到这一段 被挤到那个直肠的地方去 被挤到直肠的地方去 一般来讲 只要有100cc的大便进去 你就会有点便宜 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 如果你早上起来有点便宜 你就顺势喝一点水 因为当食物进到胃里面的时候 接下来也会稍微反射一下 你就顺势去大便就好了 你千万不要忍 因为当你100cc进去的大便 你想大便 你不去大便的时候 下一次要有大便 最少要有500cc的大便在那边 真的喔 对 如果有这些问题 要注意要使用通乐 通乐 要注意要好好的通乐 大家现在先不要 先不要掐太大力 我怕等一下露营就要停止 大家就要去上厕所 对 就一挖掉的时候就很惨了 土石流就出现了 挖完之后 他就觉得他人生好像重生了 因为太舒服了 你千万不要忍 忍 对 当你100cc进去的大便 你想大便 你不去大便的时候 下一次要有大便 最少要有500cc的大便在那边 真的喔 对 所以很多人觉得 突然想便便 然后忍住之后就 你就赶快去 便不出来 就是因为这样 对 而且我们 其实我们之前有个案子 他就也是蛮可疑 他还40几岁 因为就是上班族 前几个月才发生的 因为最近年底了 所以工作都比较亮 因为大家想要达标 大家想就工作量都比较大 就是因为15天没大便 跑来我们的急诊室 15天 关注 那时候我们就问他说 他应该很想念黄金先生 對啊 15天都没有见面 对 他就说他这里 都会吃了很多很多的软便剂 很多很多的软便剂 那我们想说奇怪 怎么才40几岁的人 吃很多软便剂 竟然不会大 对 然后我们在那个急诊室 就帮他灌藏 一向灌不出来 他说怎么办 就发挥我们的那个 就没办法 只要用手指去挖挖看 用抠了 对啊 去抠就 哇 前面好多很多 像羊大便 硬硬都挡在那边 就一挖掉的时候就很惨 因为他其实软便剂是有效的 只是 土石流就出现了 对 土石流就出现了 因为他就是最前面那一段的大便 被 在大量停留太久了 已经太硬了 堵住了 他这后面来的通通都是软的 对 所以一挖掉那个硬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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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了一大堆 就挖完之后 他就觉得他人生好像重生了 因为太舒服了 然后那医生就觉得 我的世界末日来了 没有 我闪很远 还好 很会晒 好 那我很好奇 一开始我们就讲说 以前的人肠胃蠕动比较快 现在的人肠胃蠕动 真的变慢了吗 其实如果正常的 可能是8到12个小时 那如果现在的人可能 因为蔬菜水果吃得少 对 然后呢 都吃比较油腻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油腻的东西 它其实会抑制胃肠的蠕动 所以可能这个都排便 这个前一天的这个吃下去的东西 可能都要隔个一天半到两三天以后 才排出来 那如果一个人天天都有解便 而且呢 解完后肚子还蛮舒服的 大概没有素便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两三天才解一次 或者说虽然每天也有解 那解完以后 脖子又抽点点 或者说出了厕所又觉得 好像还没有排完 那这个注意可能就有这个素便的这个问题 那以下呢就是五个素便的警讯 那第一个就是不用力就很难排便 每次要排便的时候 我昨天都电了 那这个就大概有素便 而且之前好新闻 有人就这样子中风 有可能 对 造成血压上升 那第二个呢 即使上过厕所也觉得排不干净 有时候刚刚擦完屁屁以后 一起来 就 欸 怎么还不放晒 又做回去 又做回去 那这种也表示大概有一些素便 那第三个就是排便 这个粪便很硬 很难排出来 或者说排便像药片这样子 一颗一颗的 这其实都代表 这个粪便在大成分滞留很久 水分都被吸光了 大概滞留几天会变成羊便便这种一颗一颗 这个至少我看要三天以上 这个才会变成羊便便 所以你排出来如果是一粒一粒的药片 那要很注意了 那另外每周排便小于三次 那当然也是 显示说一定有素便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呢 如果有这些问题 要注意要使用通乐 通乐 要好好通便 要好好通便 好 那中医观点来看的话 到底素便是怎么产生的 素便呢就是比较多 消化不完整的食物导致的 那我们临床上呢就是要怎么知道 这个人有没有素便呢 他就说 我明明就每天都有大 我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有时候他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譬如说皮肤的表现 那我们中医会讲说 肺与大肠相表里 对 然后肺主一身之表 肺主皮毛 所以有时候在皮肤上会出现一些 像譬如说青春痘啊 或是说湿疹啊 或者是说肝癌的部分 通常我听过说 比方肠胃不好 好像会长在嘴巴这边的 对 位置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 像如果像是在嘴唇上面这个部分的时候 大概就是那个大肠筋的部分 那如果是在下巴的部分就是胃筋 那像两颊这个胃跟大肠也都会有巡形的部分 所以大概是在鼻子以下这边都是跟肠胃系统有关的 对 你刚刚说的那个女气花就是这样 会长超大个痘痘 然后这个消了换这边 这个消了换这边 临床上我们也会看到说 有些人在肚子会有一些痘痘 肚子有痘痘 肚子也有痘痘 然后因为我平常都会做一些中医复诊的部分 那有时候会看到痘痘 结果后来这个人诊断是什么 是大肠癌 而且它会沿着就是说 譬如说它是横结肠部分 它就长在横结肠的地方 就是长痘痘 对 那以前我还有在大医院服务过 也有看过一个胃膜性结肠炎的患者 他也是沿着那个地方长那个痘痘 就是大肠镜的结果出来的时候也是那个表现 所以其实这个大肠跟皮肤其实非常有关系 那我这里就是介绍一个穴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我们的食指的部分 然后在那个指甲 我这个叫伤羊穴 是首羊穴大肠筋的颈穴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指甲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连线 直线跟垂直跟横线交叉的这个地方 靠近大拇指的那侧 大家现在先不要先不要掐太大力 我怕等一下露营就要停止 大家都要赶着去上厕所 对 那所以说这一天大概就是掐3到5分钟 尤其是说譬如说你变异已经来的时候 那个效果特别好 阿松你很敏感的 待会跟我们说说看你有什么感受 先把马桶拿来准备一下 这里我们讲到这个手腕的部分 这个手腕我们中医会有一个叫做尺肤疹 尺肤疹然后有一个全息率的概念 全息率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脏腑会对应到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 那这个地方我们平常就是可以多摇晃 然后多去 就这样转转手就好了 对 转转手就可以了 然后多掐这个两边的地方 按压的这个两个地方都也有穴位 然后这个是大肠筋 这个是小肠筋的部分 这个是阳心穴 这个是阳骨穴 对 那主要是其实如果找不到穴位 其实很简单就是多摇晃 手摇摇 因为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腰的地方 那所以摇一摇你的那个腰的循环会变得比较好 那也会促进我们的肠子的蠕动 是 也会改变这个宿便的情况 所以手这样子转一转 基本上就可以了 对 转一转 然后指头捏一捏 快点 快点 好尴尬吗 现在就不要拍认真 所以这个方法还蛮有趣的喔 对 大家可以试试看 蛮方便的耶 对对对 坐在办公室也能按 就在手上而已 对 很方便 而且刚刚这样听起来 其实宿便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今天提宿便 因为过完年 然后接着大家又要忙了 这个时候呢 宿便是第一关要来处理的 你没有处理变成便秘的问题 再没有处理呢 可能后续一大堆问题就来了 所以我们当然要把第一关这个黄金先生坏的东西给送走 长期宿便的不良影响 就是刚才凯倫一直强调嘛 如果说你只是过年之后的一些便秘 大家也不用太紧张 顶多就像蓝芳讲的一样 最后变成长祖山的急性期嘛 处理掉就没事了 但是如果你长期便秘会造成什么影响 其实最常见大家现在最怕大肠癌嘛 你大肠癌什么引起的 大肠癌是从大肠息肉转过来的 那大肠息肉有些人是天生的 可是有些人就是因为长期宿便 长期宿便的时候你腹内的压力 大肠的压力就会增加 增加之后因为反射 那个压力增加之后就造成一些发炎 它有时候吸肉就会长出来 所以便秘的人本来就比较容易长大肠息肉 久了之后就可能会转成大肠癌 或是结肠癌 大家最害怕就是这个嘛 另外就是大肠有些人天生会有一些气势 所谓气势就是大肠一些小肚臍 当你有宿便的时候那些大便 如果卡在那个气势里面 久了它就是滋生一些坏细菌 它其实可能会产生气势发炎 另外就是大家很担心免疫力下降 大家一定会常问说 大肠到底我的肠胃道 到底跟我的免疫力有什么关系 大家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最简单是你的免疫力是拿来干嘛的 是保问你身体的嘛 你身体里面谁最常接触外界的东西 当然是你的肠胃道 你吃了那么多脏的东西进去 什么东西进去 很多还有生鱼片什么有的也没熟 你也是照样吃进去 所以所以我说上天照人是有道理的嘛 它为什么要把你70%的免疫细胞 统统摆在你的肠胃道 就是因为你的肠胃道实在太常接触外面的东西 对 那其实现在来讲说就是 比如说像有个例子来讲就是 你知道小朋友一出生的时候 肠胃道其实是没有细菌的 是无菌状态 可是因为它生产经过产道 它接触到外界之后 它隔天之后 它肠胃道里面就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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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一天之内 对一天之内 它肠胃道就满了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它在训练你 在训练你 对你的肠胃道是要经由训练的 所以以前阿嬷常常讲 不甘不禁吃的没病 其实是有一点点科学原理 就是你从小就开始给这个小孩子训练 但是我们现在希望是说 我们希望是好的细菌在训练你 而不是你肠胃道里面多了一大堆坏的细菌 其实这样的免疫力下降问题其实很多 现在其实有很多研究都已经告诉你了 如果你股子里面的那个 肠胃道的细菌的菌虫分布不好 就是坏菌比较多的话 小孩子通通都比较容易过敏 像大家知道很多那种 自体免疫的毛病 比如像湿疹 那个肝血 都是自体免疫的毛病 甚至癌症的发生率 通通都跟你那个 肠胃道细菌分布有关系 其实这个里面的原理很多 讲一个最简单 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原理就是 其实好的细菌 会在大肠里面 把我们细菌的东西 分泌出来一些短练的脂肪酸 其中有三个 那三个已经被我们证实 可以增加你的免疫力 同时它可以抗癌症 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所以你说如果你 长期便秘 造成里面的好菌变少的话 你会不会造成免疫力下降 一定会的 对 实际上我们的粪便里面 实际上还有很多的毒素 像一些ammonia 还有说硫化氢 还有银朵 一些这些毒素 那正常的人 他这个肠胃道里面的毒素 他其实会被肠臂吸收以后 到肝 然后肝给它解毒 解毒以后再到心脏 再流到全身 所以我们一般人便秘 如果肝好的话 其实不太有感觉 但是肝硬化人就不一样 如果说他有便秘问题 事情就大掉了 有时候会产生肝昏迷的情形 像我有一个病人 他54岁的一个老师 他本身有比较严重的肝硬化 他如果变灭个两三天 他手就开始发抖 然后就会变得很爱睡 如果再不去处理的话 他就会产生昏迷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的肠子里面 大便里面一些毒素 或肠内菌产生毒素 本来要经过肝来解毒 就是肝硬化了 就没有办法解毒 所以他这些毒素 就直接流到全身去 然后影响到我们的脑部 就会产生一些昏迷的情形 到肌肉 他可能手会抖的这种情形 所以说如果肝硬化人 特别要注意 肠道的健康 千万要不能有便便秘 所以像这个病人 我每天都要开一些通便的药 要给他保持肠胃的通胀才行 畅通才可以 很多人就是觉得说 担心有这一大堆的状况 所以他就想说 我自己想办法把它清干净好了 网络上有一大堆 你可能也听过 包括油切茶 大家一定也都听过 可能也试过 软便剂 喝盐水 大肠水疗 灌肠 还有酵素梅子跟益生菌 我们请两位专家来作答 这边我先问一下 阿松你觉得这里面 你自己觉得最有效的是什么 油切茶我喝过 喝完当天就一直咕嚕咕嚕 软便剂没试过 软便剂没试过 喝盐水感觉没有 灌肠 灌肠 你会想试吗 以我的个性会 就是我觉得什么都可以试试看 因为人生没有第二次嘛 不是 这东西如果没有败 我们看看怎么会好 你想说帮你做一个SPA水疗就对了 那我以物理来讲 你肠子里灌的水一定是可以通常 所以我觉得4是一定有用的 那酵素梅子的话 我老婆我买过梅子来吃 然后我自己也吃了 我觉得好像 蛮好吃的这样 有的人吃酸 有的人吃甜 不知道 然后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 但益生菌对小孩子有用 所以我觉得有用的是1 1 4 6 那你自己最想试的是4 对 OK 你要帮他做SPA 好 我们请两位医师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有看过咖啡灌场 灌到昏迷的病患 而且你猜想看 你去泡咖啡的时候 你会很注重吴菌吗 你也不会嘛 对啊 你就是水水上泡一泡就要打 你怎么在哪里 你怎么在哪里 注重香味 还有口感 对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王牌 可以帮让我们 顺利的把便便先生给送走 先告诉我们有没有王牌 有 有 好 我们请两位医师 把你们认为 比较恰当跟最不恰当 最不恰当摆在最下面 来 告诉我们 排顺序就对 第一名都是 益生菌 第二名是 软便剂 软便剂 接下来就不一样了 然后 第六个是 大肠水疗 你们觉得最 最不恰当的是 阿松最想试的 我最想试的是最不恰当 大肠水疗 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一个其实是有一种 危险性的一些医疗行为 危险的 对 因为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拿一个钢管 从钢门那边插进去 然后灌水 然后灌一些温水 那大肠就膨胀起来 对 产生一种刺激的动作 就会想收缩 但是如果说病人 比方说肠壁有一些比较薄 比方说有气势 那个气势特别薄 所以灌进去有时候气势就破了 所以在过去有好几个案例 就是说灌了以后产生腹膜炎 气势破掉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的卫福部三声五令 说这是医疗行为 要医护人员才能够执行 所以原本在什么情况下 你们才会用医疗行为的 这样子的观察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上 对于便秘并没有很明显的定义 刚才徐医师说什么 一个礼拜两次三次 但是各位一定听过 有些女儿 特别是女孩子 她可能从小到大 她都是两个礼拜大便一次 她也活到四五十岁 这也是很正常 但是你要说这种便秘 我们只能说正常来讲的话 就是一天如果大便超过三次 我就说你腹泻 如果你三天才大便一次的话 我就说你微微便秘 我们一般理想像这样定义 至于坊间流传的这些方法 你说到底要说谁好谁不好 我同意徐医师刚才讲的 最侵入性的 绝对会被我们摆在最后面 所以我们认为大肠水条 既然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话 我们就是摆在最后面 因为益生菌的话 基本上它会把一些食物 转成一些醋酸乳酸 这种酸的东西 本来就会促进肠胃蠕动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还OK 而且至少目前为止 还没有说吃益生菌 吃到什么大害的 当然有些化疗病人 不要乱吃 可能还是会出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会把比较安全的 摆在最前面 因为软便剂本身也是相对安全 它就是让你的大便变软而已 让你比较容易搭出来 就这样子而已 因为软便剂里面 常常是含有美的那个东西 所以它只是会吸水 所以让你大便变得比较水 然后又稍微膨胀一点 所以当然会是你的便衣 至于你说其他的盐水 我想说其实我只是建议 就是喝水就好 不用特地去喝盐水 所以你说酵素酶 其实酵素酶 跟阿松也讲过 他吃也没酵 酵素酶对我们来讲就是 刺激肠胃蠕动而已 另外就是你的油切 油切茶 其实油切茶 其实它到底切多少 我是很怀疑 像一般很多 以前在卖的一些减肥药 切多油切多少 常常都是会 让你一直大脂肪便 所以在吃减肥药的人 其实很少会便秘的 因为它就让你的脂肪 完全不吸收 它就造成下力 变成脂肪力 所以油切茶的原理 跟这个有点一样 只是它阻止脂肪吸收的原理 不大一样 但是我们房间看到油切茶 好像都 并没有很好 我自己感觉 很少说吃油切茶吃到都OK的 可是因为我真的有喝 喝完之后 真的咕嚕咕嚕咕嚕 没有 它是因为你本来就是 那种体质的人 你本身就容易大便 其实我本来就容易 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其实这个油切茶的茶 或一些梅子 其实都不太有什么 力变的效果 对 会有力变的效果 其实是商人 常在这里面 给它放了一些纤维 或说一些泄剂 像这个 这个那种 这个酵素梅子 它一个梅子上面 外面就 又包一些白色的粉 然后它吃了以后 有些人就 咕嚕咕嚕 一直叫 然后马上就去排便 有效 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这个 前一阵子 卫生局也有查过 就是说 它那个粉 上面其实是有 番茄液的成分 所以它其实很多 很多都有加一些东西 才会真的有效 那喝盐水 为什么让你摆在 倒数第二 你觉得不好的 其实喝盐水 我想就是像 阿松刚才讲的 我病人喝 他说没有效 他们就说早上起来 要喝一个 两三百细细的盐水 那其实是不太有效 那实际上呢 你如果喝太多 还可能你高血压糖尿病 高血压会跑出来 或水肿的浅血 所以我把油坏处的 写在下面 至少如果糖尿太高 还会产生血管症病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那个灌场 这个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有看到很多老嬷 那个长期灌场 已经灌十几二十年 它已经完全失去 自己排便的功能了 什么 它已经灌到松弛 而且灌到那个都反射 它自己没办法收缩 它一定要靠那个刺激 一般的大便过去 它已经不会动了 它一定要灌这种 很强烈的那种灌场 而且其实像 之前的咖啡灌场 这么流行 为什么这么流行 因为其实咖啡灌场 一开始人家拿来干嘛 人家是拿来当做 老鼠在做实验之前 我们还是有点人道 我们不能这样 哇 打下去让它很痛 它们是靠咖啡灌场 在麻醉的 所以它是一个麻醉的效果 对 因为咖啡因本身 就会有点止痛的效果 刚才许正恩 因为你看各位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的 临床上有药是塞剂 为什么可以塞在肛 因为肛门有黏膜 它也会吸收 跟你嘴巴吃下去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当初人家咖啡灌场 是拿来 不是说要帮老鼠通便 不是 他是来帮老鼠麻醉 只是说每次灌的时候 就发现 实验做完的时候 老鼠也在拉肚子 后来就变成说 大家觉得说 这个东西好像也不错 可以拿来灌场 实际上 大家就发现有个好处 咖啡因也是一样 咖啡因就是会刺激常怀主动 也是很强烈 另外就是咖啡因里面 还有其他东西 他一样经过 他许一世一直讲说 我们那个 腸道吸收完的东西 第一个到哪里 跑到肝脏去 所以前一阵子 咖啡灌场很流行 就是因为两个好处 一个就是大家说 灌一灌之后一直大便 另外就是他们说 咖啡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某一个酸 他会刚好被那个 腸胃道吸收之后 直接灌到你的肝脏 那时候人家去测 那肝脏消毒 现在马上增加了5倍 他们说会增加肝脏 代谢毒物的能力 所以但是这个点 我是不是很认同 但因为我们在淋床上 有看过咖啡灌场 灌到昏迷的病患 对 他就是到 他到精神出去 他就被麻醉了 不是 他不是被麻醉 他是把肠子灌破了 他就把肠子灌破了 而且你猜想看 你去泡咖啡的时候 你会很注重无菌吗 你也不会嘛 对啊 你就是水水上泡一泡 就要喉嚨 就怎么知道 黏膜的戏剧 注重香味 对啊 所以我说当你肠味道里面 有一些黏膜的受伤的时候 你这样灌进去 我刚刚主要讲到 就是说我们的坊间 会有很多像什么梅子啊 像那些酵素梅子 那个酵素就是 我们讲的梅类 那还有益生菌 那其实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酵素跟益生菌 是不同的东西 酵素它是帮助我们 食物消化的一个东西 那益生菌是帮助我们肠味道 去平衡好菌跟坏菌 那我们坊间会有一些 里面会讲说它里面 还有酵素啊 还有益生菌啊 还有什么纤维有的没有的 但是你会再仔细看一下 它里面都会含有一个 那这个番泄液呢 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N葱类的东西 它会让我们有一个黑肠病 就是肠道黑色素沉淀 所以肠子会变得黑黑的 它一旦吃了六个礼拜以上 之后就开始产生黑肠病 那要停药六个月之后 才会恢复正常的肠道 那其实这个番泄液 吃多了的问题是在于 我们的肠道如果已经习惯了 这样子的蠕动之后 一旦没有吃了会变成依赖性 就跟刚刚那个江医师说的一样 跟那个阿嬷冠状一样 大不出来 对 就是你不吃就关不出来 并且很多人会说 我吃这个保健食品很有效 我吃这个减肥食品很有效 但是你就依赖了 可是它的效果 其实不见得是来自于酵素 是因为番泄液 这是在中药里头的对不对 对 那个番泄液是中药 对 它就是也是刺激肠胃乳动 其实像中药的大黄也有这个成分在 对 那你们通常不太会开给病人用吧 它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一般的话如果说是 真的是因为便秘 上到受不了的时候 才会这样子开 救急用 对 我们也是不希望说 患者可以长期使用这个东西 因为刚刚讲到说 会有那个黑肠病变的问题 对 对 刚刚还有就提到肝昏迷 或是说一些癌症 他们一定要排除一些毒素的时候 我们才会一定都会开则 那 怎么办 刚刚看了这些 你们都觉得 除了说益生菌好像比较好 你们排第一名 然后第二名是 软面剂 软面剂是真的已经需要人才用 不可以随便乱用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王牌 可以帮让我们顺利的把便便先生给送走 先告诉我们有没有王牌 有 有 好 王牌请亮 等一下 先和我们讲一下 王牌 你的王牌有多厉害 我的王牌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 怎样非常吧 它会让你排便 每天都非常的通畅 而且还可以养你肠内的益生菌 那不管 肠内的益菌 趕快开订单吧 你的王牌有多厉害 不用钱 不用钱 全全免费 你随时都可以做 对 看我好 有 其实我们都觉得 其实有些东西 就是我们医生在教你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效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会怪你们没做到 因为我们自己也做不到 一直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 不是肚子二彩咕噜咕 它一整天都是咕噜咕 然后你去摸它的肚子 它会有那种晃动的那种水 大家可以喝一口 我想说拿那么久都没叫我们喝 是什么意思 江医师觉得呢 我喜欢喝手咕噜 我们医生在教你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效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会怪你们没做到 因为我们自己也做不到 因为人是会懒散的 但是其实很多养生的方法大家都知道 只是大家都没有做好而已 好 阿松你来选一个要钱一个不要钱 你想先看哪一个 先选不要钱 好 不要钱了 好 请亮相 请你多运动喝水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你多运动你常会不动就好 你多喝水你的大便就软 就软 就自然容易排便 可是多喝水我们一天不是大概喝2000 2500吗 但是很少人喝到这么多 真的 你自己仔细去算 其实很多人每1000都能喝到 我前两天去露营 我才发现我水喝不到500cc 但酒大概喝了1000cc 喝酒有没有用 酒里面也有水 但它还有其他的坏处 可是喝水这边我可以补充一下 就很多人都以为是要喝白开水 喝到2500到3000 其实只要有含水分 像汤都可以包含在里面的 不包括酒 对 包括酒 对 所以不一定是要白开水 OK 所以这样意思的王牌是 多运动多喝水 这个是从外在 最健康又不用钱 OK 好 你的有更厉害吗 我这个比较厉害 我是要多吃蔬果 那因为蔬果里面呢 它当然知道有这个神奇宝贝 就是膳食纤维 对 它吃了以后 它 但是当然一定要也要喝水 喝水的话这个膳食纤维才膨胀 膨胀又刺激肠壁 然后就会产生蠕动 那你想想看 你真的要运动 每天要跑30分钟 跟这个你每天只要吃蔬菜 你意思是说 你觉得谁比较可惜 一个是我们跑 一个是在肚子里头让它跑 对不对 其实改变饮食比较容易 改变饮食 我觉得要结合啦 结合结合 对 要结合是最好 多做一些 另外还值得注意 其实我们吃蔬果 可以养一群的好菌 不是养一只喔 它养一群的好菌 那因为现在发现说 一些好菌 当然刚才江医师有讲过 有很多可以增加免疫力 然后还可以制造 我们肠胃道的营养 像维生物B群等等 是 其实呢 它也可以形成一个平常 让坏菌 不要产生毒素 破坏我们的肠道 现在发现 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会产生大肠癌 也跟肠内很多坏菌有关系 像有一种叫做大肠 一种梭状感菌 现在发现跟大肠癌 很有关系 很有关系 在大肠癌组织里面 常常有看到这些 梭状感菌的存在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 天天多吃蔬果的话 就可以养抑菌 来抑制这些 产生虚肉 还有这些大肠癌 这些坏菌 你们刚刚的第一名 基本上都是益生菌 很多人以为说要去补充 基本上 从蔬果里面 就可以 有好好的膳食纤维跟益生菌 我们请中医师教大家 如果要让我们排便更顺 可以按哪里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教两个筋络 那就是在小腿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颈骨 颈骨的内侧 这个叫做皮筋 那我们就是很用力的压 皮筋 那颈骨的外侧呢 就是胃筋的部分 所以都是由上往下压 由上往下压 因为这个是筋络的徐席的方向 对 那你压的时候呢 有没有酸酸的感 有有有 蛮酸的 你平常 难道你有排便上面的问题吗 有 我自己也会按按摩 有时候会按到黑色耶 轻微的酸的感觉是正常的 那如果你觉得特别酸 就表示你的肠胃是有问题的 我的胃不好 那什么时候要按啊 早上晚上还是吃饱饭 吃饱饭按的时候 其实效果特别好 那其实像一般上班族啊 有酒做办公室的啊 有没事就可以在下面偷偷的按 所以坐着也能按 站着也能按 都可以 什么姿势都可以 今天经络也学到了 那主任你自己呢 你自己怎么样 让肠胃比较健康通畅 是 我主要就是靠 两个神奇宝贝 一个呢 就是膳食纤维 一个呢 就是开水 我每天大概要喝 2000cc以上的白开水 早上一起来的时候 就先喝个200cc的温水 然后呢 润滑我的肠道 还有软化我的大便 那另外呢 每一餐呢 我大概会吃到一些 主餐的这个膳食纤维 像早餐我就吃燕麦片 然后中餐和晚餐 就吃这个五谷米 那再加上一碗的青菜 等一下你都没吃肉吗 有 我吃 当然就包括肉 我是说针对排便方面 轻便便的部分 对 这个一定要够 那因为我们只要吃肉的话 25公克以上的膳食纤维 一天大概要多少膳食纤维 25公克以上 25公克以上 25公克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算算看 到底够不够 对 如果你吃够了 我保证你排便很顺畅 好 蓝芳芳你有什么样的好方法 除了就是刚刚昨天讲喝水 然后之前讲运动 还有就是我觉得 养成一个排便的习惯 固定一个时间 譬如说早上起来喝完水 固定的时间 让肠道这个习惯是很重要 还有另外一个饮食就是 刚刚讲到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是益生菌的食物 所以刚刚就说是可以养益生菌的东西 那我这边里面有 有做的这个早餐呢就是有 这是你的早餐喔 很懒人在吃的 就是优格 它里面就有一些益生菌 对 然后就是放了优格 还有燕麦片 燕麦片就是它富含很多扇食纤维 就一般那种极容燕麦片就可以了 对 通常是无糖的那种比较好 尽量不要有加工过的比较好 然后还有就是 其实这样子就可以搅一搅 苹果是因为它有果胶对不对 其实苹果可以讲一下 就是如果是要是便秘吃的话 要连皮一起吃 它的皮的那个膳食纤维 比果肉多一倍以上 那它的果胶是在果肉里面 那个果胶跟柔酸 它其实是会让我们的肠液减少 是会让那粪便软化 它反而是在 让腹泻的病人 不要腹泻的 对 所以吃苹果的人 如果是要治疗便秘的话 还要多喝水 或者是要轻素便的话 基本上是要连皮一换 皮一起吃 然后多喝水 然后有些人会说 那个苹果上面的蜡那怎么办 那有蜡的话 大概是用40度手可以感温的温度 去把它泡一下 它那个蜡其实就会溶掉 对 然后就这样 其实就可以拌得吃 OK 好 那周医师呢 今天一来就帮我们准备了这一杯 来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这一杯是什么内容 什么情况下要用 这一杯是姜红茶 大家可以喝一口看看 我想说拿那么久都没叫我们喝 是什么好意思 姜医师觉得呢 我喜欢喝手摇杯 这个是姜加上红茶 这个蛮好喝的 这个我们一般 其实一般民众也很常会喝姜红茶 这个姜我们其实有分 因为一般大家都喝错了 都很多人都拿那个 这种老姜 这个老姜看 我们看到这个两种不一样 这个是比较嫩的 这是老姜 那其实我们一般都会 像这样子给它削片 削 而且最好是说 拿那个 连丝啊 连皮啊 一起削下去 OK 就是外皮刷过之后 连皮切片 然后放进去泡 因为我们生姜 生姜一般是会发汗 然后去风寒 对 但是这个皮呢 它其实也算是一个中药的成分 生姜皮 它是可以消水 立水肿的 对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要 改善水饮型便秘的时候 就是可以用这个姜红茶 水饮体质的人 平常的话 你会看到它好像都是眼皮 就是水肿的表现 然后它常常会觉得它的肠子 一直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 对 不是肚子二财咕噜咕 它一整天都是咕噜咕 然后你去摸它的肚子 它会有那种晃动的那种水声 好像就是 像头脏脏QQ这样 对 就好像一个水带在肚子里面一样 对 因为肠子它就 水分积在肠肩脂 结果太重 它也蠕动不了 它也吸收不好 整个人很瘦 但是就是 搭不出来 搭不出来 这个时候就适合喝这样的姜 对 然后因为我们中阴会讲说 是气化的概念 就是保持说 温度很重要 人体的温度是很重要 所以喝这个姜 可以帮助你的温度 然后就是 气化的部分就是要 水变成水蒸气 那才能被我们的人体所运用 所以说这个生姜 就是这个嫩姜 一定要用嫩姜 如果有的人用成老姜的话 就是它会 就是温味 会导致太糟热的情况 喝一喝整个眼睛干涩 反而便秘更严重 那是因为她喝错了 OK 对 好 所以如果说 有这个素变的问题 而且甚至严重到便秘等等 都可以找中医西 在生活上做一些调理 还记得我们的王牌吗 再亮一下王牌 蔬果 还有多运动 多喝水 现在刚好过年 然后大家又开始忙了 变成一个很快节奏的生活 这个时候便便先生 有时候喜欢跟我们载快 但是我们很想要送走它 今天有很多好方法 包括虚伪 记得把手指这个地方按一按 它可以让你排便比较顺畅 我们都希望大家都很清爽健健康康 再见咯 拜拜